我们的生活不求深刻 但求简单 用声音记录下生活中那些不起眼 波澜不惊的小美好 那些你怀念的 欣赏的 热爱的生活片段 它们只与你有关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华语广播网多伦多 FM105.9 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的加东周末节目 我是主持人郭然 今天非常高兴我能够主持我们加东周末的特别节目 那么今天我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旅居我们多伦多的两位来自中国的老艺术家 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经典的中国民歌 中文歌 得切放快也自由 我 我还不像呢 好听的朋友 大家听到的这个旋律 一定都感到非常的熟悉 这就是我们中国 非常非常著名的 湖南民歌 刘洋河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播放的 这个版本呢 实际上就是我今天 要采访的两位艺术家之一 就是来自我们 中国湖南花谷戏剧院的 国家一级演员 刘晓丽老师 那么刘晓丽老师呢 我是在湖南同乡会 去年所举办的 一个元宵晚会上 看到和认识到的 那么我当时听了 她的演唱之后 我立即就感觉到 这真的是中国专业的演唱者 但是呢 她究竟是谁 我后来是通过我们的 一个同事才认识了她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两位老艺术家 同时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一位呢 就是在中国湖南花谷戏剧院 已经退休的国家一级演员 刘晓丽老师 刘晓丽老师您好 你好 郭老师 那么同时呢 我请到的还有刘晓丽老师的 先生也是中国湖南花谷戏剧院的 国家一级演员 萧奇昌老师 萧老师您好 你好 郭老师 您离话筒近一点 我们能听见您的声音 就像您在舞台上表演一样 OK 这两位老艺术家呢 现在都已经定居了 我们多伦多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 把你们请到我们的演播室 刚才刘老师 您 演唱的这个湖南花谷戏的版本 是您最近唱的吗 是当年毛主席来湖南 四参那个电视工作会议 那是上世纪7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花谷剧院 准备给毛主席演出来 就是那个移植样板戏 沙家帮 没想到毛主席开演之前 他就想听那个湖南民歌梁延河 当时我们领导 马上就通知我和另外一个同学 他说了赶快赶快 主席要听梁延河 哎呀 当时我们才20岁嘛 哎呀 我说又紧张又兴奋 好激动啊 能够为毛主席演出 你看是多么开心 幸福的事情啊 所以当时我就来不及合约 乐队没办法合约 就直奔舞台演唱 当我唱完一段以后 下场的时候 主席提出 他说还要唱一遍 还要我再听一遍 他喜欢吗 他说还听一遍 后来我们又马上直奔舞台 所以当时我们唱完这个以后 我就感觉到 这次我一生中间 最真实难忘的 也是我最幸福最开心的事 所以说一个演员呢 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事情 实现理解到啊 就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如果是没有平时的 那个情绪苦练 不可能 胜任这个 也突如其来的演出任务的 不能完成这种 给国家领导人演出的 这种重大任务 那么现在您再听一听 当年所唱的 您说是二十岁的时候 对对对 二十岁 二十岁时候演唱的 那么现在呢 您已经六十多岁了 六十九了 哇六十九嘛 六十了一点都不像 OK 好 那么您听了这个 您二十岁时候的演唱 那么现在 按现在的这个标准来说 您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 这种锤炼 现在呢 是带那么多学生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您看那时候的演唱 您是不是觉得 那是一个完美的表演呢 不是 那那个好滋润的声音呢 那个本伞子 没有发生的 原始的 没有通过训练的 所以说今天听起来觉得 唱的好 差的 确实不见人意 是很很青涩 是吧 青涩 就是本伞 那么您现在还能找到一些 当年 所具备的优点 而现在却没有了的 那样的一种感觉吗 现在呢 就是因为通过发声嘛 像金体林老师 跟我们上课以后 就知道科学的 发生的方法 它就通灿一点 就穿透力强一点 这个呢 就是比较 青涩一点 比较那个 大本嗓 就是原始的 天然的 纯朴的 但会不会是一种 更有激情一些 或者说更有闯进一些 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 那让我现在去唱 可能没有那个 当时的激情了 因为主席 在看我们演出 那个时候的激动了 没有办法去表达的 那个激动太激动了 很少为毛主席演唱的 我是第一个 OK 那您那时候演唱的时候 您的先生 肖奇昌老师 是不是 也在同时在现场呢 我们是一个团的呀 我们那个时候谈恋爱 哦 那时候真的谈恋爱的 还没结婚的 那肖老师 您有没有当时 在那样的一个 场合当中 表演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 演出啊 一个节目啊 沙加班 他演那个 新世军呢 哦 您当时在 沙加班 那个里头 是演的郭建光吗 不是 不是 新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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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演的是战士 哈哈哈哈 OK 那时候但是呢 刘老师 您已经是主角了 没有没有 我是跑群众 我是演那个 钱包袱 那个豆小三 钱我的包袱 你怎么钱包袱 他说 钱包袱 还钱人呢 哦 但是呢 唱这个刘洋和 您确实被临时点上 临时的 因为因为他 领导加个的任务啊 他就说 要赶快 为毛主席演唱 那个时候 就是说唱 说上场 就要上场的 那为什么没点你呢 就一定点了您去唱的 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没叫李古一啊 李古一跟您是同一个戏 李古一跟我是 同一间房的 我们又是校友 又是室友 又是同一个 又是同事 还同一个班 他是班长 哦 你老公 你老公是李古一的班长 是我们的 我们是二班的 你又是跟李古一 睡同一个宿舍的 对 同一个 我们两个人同一间房的 对 哦 那当时 李古一是不是也是 已经是你们团的一个大主演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 他就演 不过嘛 不过是 风顿的那个 全国嘛 拍了电影嘛 那个时候 我刚进团 我还是学员嘛 我原来是唱齐聚的 哦 以前是唱齐聚 后来就改行唱花果戏 哦 所以就跟他住一间房 住一间房呢 就他还挺不错的 很关心帮助我的 嗯 他 他已经是大演员了 对对对 您是 我是小演员 哦 但是却没有让李古一去唱 就是我 我现在想起来 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让 没让李古一唱 要我唱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因为这个 你和李古一为词 而跟你发生了一些什么矛盾 没有没有没有 他挺好的 他挺好的 嗯嗯嗯 那么说到这个 呃 刘晓丽老师和这个 萧綦昌老师 这两位老艺术家 你们都是这个 湖南花谷戏剧院的 这个老演员 那么你们两位 呃 作为湖南花谷戏的 国家一级演员 有没有自己 呃 啊 同演一台戏 我们野亚洲啊 哦 我们野亚洲 她 我是女 我是那个 剧里面的女主角 她是狼 主角 哦 野亚洲 野亚洲 野亚洲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呢 因为当时 就是十年 就 都是样板戏嘛 就 没有 呃 文革以后 就是我们第一个 呃 野亚洲 呃 全国 就 七八年就 逐间电影制品厂 就把它拍成电影 因为当时我们 十年都没有看过 谈恋爱的戏 就没有看过 这个结地气的戏 都是样板戏 家喻富小的样板戏 所以当我们这个野亚洲 一出来 那就 我们分两组 分两组 AB角 分两个剧场 同时演出 都一片篮球 哦 OK 这是十年 文革之后 对 你们湖南花鼓戏剧院 自己创作的 对 一个是现代戏 还是 现代戏 哦 现代戏 特别是那个 没有看过谈恋爱的嘛 就那个时候 因为禁止那个 表现男女之爱 爱情自善 要批判的嘛 所以我正好是演 那个女主角的 那个谈恋爱的 那个荷花 所以那段唱也好听 那个表演 也挺好的 是行情默默的 所以大家最喜欢 这一场戏了 所以这一场戏的 那个经典 整个的剧里面 都是味精 哦 OK 那肖老师 您是不是 在这个戏里头扮演 这个刘老师的恋人呢 不是的 不是啊 我是他扮演他恋人的弟弟 哦 他恋人的弟弟 那在中间 是不是 那个时候 你们已经结婚了吗 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 我的28岁了 哦 如果您要是 那时候没结婚 是不是 这个 好像我们肖老师 不会允许您去演 跟别人演恋人 那不会的 因为我们这是工作 是吧 OK 好好好 那么说到这个野鸦周 我想 既然您是这个电影当中的 女主角 我们是不是 先让大家来听一听 野鸦周当中的 当年的一些片段 可以 好 我们来放一放